碧昂斯來台灣 再也不來 小刀他們弄的 來台灣的時候 在台灣的勢力足球場 就是現在的那個 花博那個場地 碧昂斯唱歌唱一半 飛機就 然後全體停 飛機過了再繼續唱 兩萬人 因為是體育場 這集老師我想問一下 就是 因為老師之前有講過 就是像泰勒斯好像就 像他這樣的歌手就好像 就沒辦法來台灣演出 對好像是因為可能 也許是金額的關係 也許是因為公司的關係 所以我想問老師 這個比較請教 這個是一個活動類的一個問題 演出活動其實是在 他跟藝人經濟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他比較牽涉到的是 國際巨星 他今天如果到了亞洲 他會去哪些最重要的地點 跟哪些地點其實是次要 我們先就場地 北京的五顆松可以容納五萬多人 北京的水立方可以容納七萬人 尿巢也是七萬人 今天泰勒斯出來一趟 他要求美金比方說 一百萬美金好了 或者一百五十萬美金 以他的這種規格 可能一百五十萬美金含落地 也就是彩排 樂團 行政 通通包起來一百五十萬美金 一百萬美金就相當於台幣三千萬 那一百五十萬美金的話 就大概是五千萬以下吧 對 五千萬左右 五千萬左右去拆分七萬人的一場 你每個人去分一千 比方說兩千塊人民幣一張票 一萬人就是 兩千萬人 兩千塊人民幣 一萬人就是兩千萬人民幣 對不對 五萬人就是一億人民幣 一億人民幣 我們剛剛講的是 一千五百萬美金 換算成人民幣就是三億 不是 台幣就是三億多啦 我們這樣這樣算 三億多只有一億多不夠 所以他就會跟他分兩次到三次 然後三場演唱會去拆分給他的錢 跟我拿到的票房收入 以及有沒有可能冠名 那這個冠名期間等於 不是用代言 是用冠名 那冠名是什麼呢 全球人壽冠名 他出個一千萬台幣 或者是盲牛 大陸會有盲牛 那個牛奶 哇哈哈 什麼水 那個什麼什麼水 他買廣告 也就是在同一個時間 盲牛全中國大陸 都會有泰勒斯的封面 然後是這場演唱會的贊助 這種情況之下 他就可以拿到很多的錢 也許兩千萬台幣 也許三千萬台幣 要辦三場 這是泰勒斯的規格 到台灣 除非他對台灣有特殊情感 因為台灣的場地太小 我們剛剛講的場地 一萬二 目前只有一萬二的場地 那一萬兩千人的場地 他來你要付他一樣的錢嗎 因為他同一趟 同樣的樂手 同樣的器材 你付不起 因為你的場地小 你就會被人要求他 你可不可以唱八場 他怎麼可能都賴在你台灣 因為他同一個時間去倫敦 就給七萬人 去東京七萬人舞蹈館 去上海 去北京 去廣州 連紅磡他都不去 因為紅磡場地太小了 三萬人而已 你可以唱七萬人的 賣光票的人 你怎麼會去唱一萬兩千人 這是很現實 周杰倫有必要在TICC嗎 沒有 因為TICC只有三千人 三千人 他去唱一趟 也是唱二十二首歌 他的時間也是兩個小時 對不對 他也是要準備一樣的彩排 他當然用最大的受眾 所以這是第一個活動的問題 就台灣沒有那個場地 我們需要大巨蛋 非常需要大巨蛋 他才會有國際規格的人來演出 第二個是 我們在台灣從小長到大 我們其實台灣意識是強烈的 可是老實說台灣在世界上面 蜜桃碗都比你有名 你懂我意思 我懂 你這個國家要跟其他國家沒有邦交 台灣對很多人來講是 一個必須的存在 但是卻被忽略的種族 我有一年去迪士尼 佛洛里達的 奧蘭德迪士尼 迪士尼 迪士尼 迪士尼世界 那邊有一個地方叫 ABCA Centre ABCA Centre 是 繞一圈 有中國館 日本館 摩洛哥館 美國館 法國館 什麼館 很多館 他萬國博覽會 沿著這個湖 有很多很多館 沒有台灣館 OK 下大雨 突然 突然 然後呢 路邊就有賣迪士尼的 專用的 雨衣 透明的 有一個白色的米老鼠 在底下 在那個 你穿這種透明雨衣 最底下的白色米老鼠 看著你的頭的位置 很可愛 一件我印象中好像是 兩塊美金 滿貴的 因為有迪士尼米老鼠 讓你紀念 商標 商標 看到那個logo 英文寫 合成 合成 Made in Taiwan 合成排雨衣 Made in Taiwan 他一天有幾萬人 七萬八萬人在裡面 全部都穿這個雨衣 不可忽略的存在 可是沒有人知道台灣在哪裡 你懂我意思嗎 大家都知道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是很棒的 合成排雨衣 超屌 台灣跟迪士尼 OEM 還是沒有人知道 台灣是哪裡 我們覺得應該知道 對一個從 從烏克蘭來的 從烏克蘭來的 Where come from 台灣 台灣 沒有概念 你知道嗎 我們覺得自己很厲害 全世界不覺得你厲害 所以當你在安排這種國際都市的時候 台北永遠不會是考慮之一 過去是靠交情 余光靠他的交情 以前我們小時候有個余光辦雜誌的 余光的英文很好 他非常勤勞 我跟他兒子很熟 余光很勤勞 會寫信給每一個唱片公司 介紹他自己的公司 他辦過一個兩個三個 再用這三個人去累積 四個五個六個 這六個累積 七個八個九個 所以他辦Michael Jackson 他辦馬丹娜 有難力 後來有個部落客兄弟 坐到Linkin Park 不是Linkin Park 那個 Linkin Park Limbisky都沒有來 Linkin Park為什麼他能夠邀 Linkin Park裡面有一個華人 部落客兄弟其中有一個是在LA長大的 所以他從小就認識這個人 他們後來就辦了Linkin Park 所以Linkin Park願意來台灣 還來了好幾次 大部分來台灣就是L Supply 是澳洲的 就不是 你剛才講泰勒斯 那個誰也沒有來啊 唱那個Tiger的那個女的 叫什麼 Catty Perry 對 她也不會來啊 就這些人都不會來台灣 有那個價碼的 馬丹娜也是被 以前來過台灣一次 也是被那個 那個不是 碧昂斯來台灣 再也不來 小刀他們弄的 那個 還不是油箱 還不是台灣的 彭小刀嗎 彭小刀 對 他們那時候弄大國異星 大國異星的大國 是李嘉誠的公司 所以他們是包套 是包香港 上海 因為上海 大國大雄星 大國大雄星 香港是大國文化 台灣是大國異星 所以這幾個公司 一起把碧昂斯簽了 來各地演出 來台灣那時候 在台灣的 勢力足球場 就是現在的那個 花博 那個場地 碧昂斯唱歌唱一半 飛機就 然後全體停 飛機過 然後再繼續唱 另外 因為是體育場 所以這就是台灣 沒有辦法辦 國際活動的原因 台灣知名度不夠 剛剛講 場地不夠 其實因為這些問題 它就造成 國際型的明星 巨星 除非你有資源 要不然他信心不夠 不是拿不拿到錢的問題 而他來 你們聽不聽那種英文 你們知不知道我是誰 你們國家我都不知道是誰 他們怎麼知道我是誰 是類似這樣的概念的推程 所以他來 對他們來講是 風險比較大 了解 對 不是沒有可能 大巨蛋弄起來以後 當然你就可以去跟 五萬人的場地去做批敵 當然你不能跟鳥巢 你別忘了 他還是一樣的 一樣的 時間 一樣的取緒 可是他能夠拿到更高的金額 對 因為你有七萬人 所以他的金額開得高 然後 就會被搶走 代理權就會被搶走 沒有辦法 還有一個情況是 台灣在辦那種大型國際的表演的單位 大部分都倒掉了 大國也不做了 風險太大 風險很大 之前有一家叫友黃 友黃 在做活動的時候 那一場很有名 就在高雄 做那個 Aaron Smith 說Aaron Smith要來 而且來是在大港 那大港一天 可以容納幾萬人 所以 對他來講 是在這邊辦戶外 也沒有政府的問題 高雄市政府也會幫忙 Aaron Smith 又是那麼大的咖 都已經接洽到簽約了 結果後來才發現是這樣 他們的邏輯跟 日本的冷氣公司的邏輯很像 就是他有所謂的總代理 有所謂的區域代理 也有所謂的經紀人 經營公司 好 經營公司呢 把亞洲的總代理 簽給了上海的公司 所以上海的公司負責安排 他到了亞洲以後 先去上海 再去北京 再去東京 再去香港 那一趟的行程 Aaron Smith是由上海的公司確定 可是台灣友皇呢 就沒有透過上海的公司 直接去跟美國的這家公司談 那美國公司第一時間也收了他的錢 就說好 你這場是專場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戶外的 一個剪彩活動啊 什麼再去 我可能不能唱完完整的 可是我可能唱十首歌 去做一下這個意思 結果行程被上海的代理公司知道以後 上海的代理公司堅決不讓行程裡面多台灣 因為同一個時間必須讓他有準備的時間去東京 所以代理公司就跟母公司有槓上了 那母公司已經收了錢 可是是代理公司安排 他不能違背 所以代理公司最後就沒讓Aaron Smith來 友皇因為辦大港開唱 那年是他標到的 所以他以Aaron Smith為主 所有人都說 我買票是為了Aaron Smith 不是為了大港 所以我花這麼多錢來 買三天的套票 就是我不知道Aaron Smith哪一天 所以我才要那天來 我才要買三天 我要求退票 友皇就說 好 那我們用500來代替 幹 翻大臉 我Aaron Smith跟500怎麼比 500還是去唱 可是Aaron Smith沒來 他賠很多錢 賠了幾千萬 那邊也賠 這邊也賠 好 那邊賠 他後來就去告對方 告對方那個國際官司 你知道找美國的律師 光是律師就超過一百萬美金 然後呢 對方去告 可是我那時候聽他們講 這個老闆叫福福 許哲允的兒子 許波韻的兒子 姬同秩序的主唱 夫婦 他後來有的時候碰到他 他女兒在我那邊上課 跟我講說 我有點想放棄了 去告對方請的律師更大咖 更厲害 然後他們代理的單位是上海 這個是天真萬確的事 所以其實他合約裡面有一條 就是最後的採奪 時間的採奪權 是由上海來採奪 那上海這邊講說我今年不來 我對啦 對啦 我今年Elon Smith沒有排上 我過五年再排給你 反正我的合約是六年 你已經賠光了 你公司都倒了 賠了 賠成這樣 賠死了 我五年後再給你 Elon Smith的時間 他還活著嗎 我不知道 可是我簽的是六年的合約 我們已經付了一大筆錢 給美國的總公司 讓Elon Smith去買 比佛利山莊的房子 上海是更大手比 怎麼辦 其他的公司 背後還有那個誰咧 那個吳思聰是不是 叫什麼思聰 吳思聰嘛 就這個是大陸首富 所以他們出了很大一筆錢 給代理國際的這些藝人 到上海跟北京演出 這家公司後面有個 對好像吳思聰 有他的資金在 那他們就沒有資金問題 大手大腳 覺得算一算划算 我加上贊助就是我賺的 那我就做 所以一下簽的就是亞洲代理 東京 香港 上海 澳門 全部 就是不來你台北 就是不來你高雄 因為場地太小 那最好這一場是他們 總公司就經紀人這邊 跟代理商有問題 所以他們還會互告 那這種事情一次兩次三次 誰還敢辦 信用都已經破產 然後 對 是這個情況 了解 台灣有人想辦 那個防彈少年 就是 他是反過來的 就是先問了防彈 防彈說 我們可以 可以什麼時間 明年 通常都是一年以後 現在八月 現在跟你講 講明年十二月可能可以有時間 我說 哦好 多少錢 八十萬美金 八十萬美金 那好 他就去兜 去兜的過程中間 其實從頭到尾 都沒有答應他 就是 日本那邊 韓國那邊都沒有答應過 只是說我十二月的時間 然後你跟我報價 你要我報價 我隨便給你一個價錢 可能還不只八十 一百萬美金 一百萬美金 不過兩千多萬台幣 對 對不對 那剛剛講 一百五十萬美金 也不過才五千萬台幣 他動輒上億 在大陸動輒就上億 對 上億台幣 有點像競價的概念 對啊 那台灣這邊的人 就發現 我要給你先付頭款 五千萬 我最起碼要付你三千萬 那我要付三千萬給你 我去兜兜看好了 他就拿著偽造的同意書 到處去兜錢 兜了一圈以後 因為又辦別人的演唱會 又把錢投進去 然後這樣又賠 再拿錢賭 又賠 後來這些被他騙錢 說這個 要買房財少年的這些人 都沒有看到房財少年來 然後也沒有真正的同意書 人家就去問了 問韓國 發現韓國沒有同意書 就告對方 部落客的人 跟在辦這個活動的人 通通關起來 詐欺 通通關起來 就前一陣子的新聞 偽造文書啊 詐欺這樣 對 偽造文書 詐欺 而且是調查局辦的 還不是一般的檢調 調查局辦這個事 那你說台灣有幾個可以辦活動 不敢的嘛 大家心裡想辦法辦活動 老是被關 被關了一票人啊 然後要不然就是場地太小 你才不幹 你賠本 你把泰哥斯找來三萬人 你一張票賣多少 Eagles來台灣 Eagles那個 Catifornia Hotel California 一張票 前面一張票一萬八千塊 有沒有人買 有人買 因為他是老的 老的 他會讓老人想看 我是因為跟 那個時候跟寬虹很熟 他們叫我去 我是拿那個通行證 全場去聽聽聲音啊 看看老外怎麼弄 他們演唱會 我可以給意見 去 前面那個貴賓席 一萬八千塊貴賓席 全部是六十歲到七十歲的人 泰勒斯買不到這些 就這些人不會看泰勒斯 所以泰勒斯就會往回溯 他喜歡他的明星層 大概是介於 十幾歲到三十幾歲 這個 這些人付得起 一萬八看一場嗎 會不會願意付 不願意吧 五千對他來講 就很大咖 就跟陳奕勳差不多 八千塊一張票 這一次都已經極限了 對啊有點ㄍㄧㄧㄟ 八千塊 現在賺錢沒那麼容易 疫情剛過 所以他怎麼衡量 都會覺得這個是不划算 就不會有人敢辦 一辦就賠 了解 好老師我做個結尾 好 老師謝謝 非常謝謝 感謝今天 就是收穫良多 真的是我們談了 有一次錄了四個小時 你厲害 然後我就希望大家會喜歡 就是這一系列的影片 希望對大家有 有所幫助 有所幫助 然後有所收穫 就要對從事這個行業的人 不論是經濟啦 活動啦 或者是 音樂製作 音樂製作其實比較實打實 我現在反而回歸在製作 我現在就是過去這半年 除了教學 在南台教學以外 我製作案就接了三個 就幫人家不同的人在做案子 製作是實打實 就是工錢 創意 收割判斷 割好不好 甚至包後面的MV的想法等等 那這個比較簡單 經濟是比較複雜的 沒有系統的經濟 單打獨鬥 目前 我看到的 結果都是比較辛苦 都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今天非常謝謝老師 不客氣不客氣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訂閱按讚分享 好 掰掰 訂閱按讚